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围棋课堂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定势在实战中的应用 好,我们来看棋盘 上一期我们讲到一肩高架 一肩高架比比较 白棋比较简单的下方是往外跳 变化相对多一些 是白棋大飞 大飞黑棋采用最多的手法是横顶 白棋长 黑棋半之后断掉 我们还是接着来看这里 白棋断打之后的变化 白棋如果从脚上来断打 黑的 再跳下来的话 我们上期说到黑棋这个冲断 虽然能够吃白棋一个大头鬼 吃掉三个子齐劲 但是整体看来 判断下来呢 黑棋并不满意 黑棋铺完沾上 利用棋子吃掉三个齐劲 白棋不能团,团被挡死 但是白棋可以爬出来 黑棋呢 只能吃回去 白棋一打吃 黑的踢掉 白棋踢回来 总体看来形成这个结果呢 黑棋并不便宜 在自己先站的脚上 没有占到任何的优势 并且将来这边被白棋点完立下 甚至还有这个眼位还成问题 这个黑棋不能接受 那么黑的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我们来看一下 白棋打完挡之后 跳在这的话 因为黑棋这个子 跟二间高架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子在这儿 这边已经很干净 所以黑棋在右边 也可以下得强一些 黑棋可以冲 然后硬挡 掰在街上的话呢 脚上已经是活不了了 黑棋再怎么跳出来 也就行 这地方白棋是封不住黑棋的 如果这么硬封的话呢 黑棋顶时先手 直接靠 实际上也可以 直接就可以靠出去 白的如果拐 也得冲过来 断 再断 白棋逃出去的话 黑棋站住 这白棋外边 肯定是包不住了 有点 这个 外边 断点 弱点太多 只包不住火了 即使 这个压到 外边 白棋也很难处理 很难解决 黑的这一跑 这边要针 这边 长线 这也要针 这个 白棋 到处来不及 所以白棋很难封得住 封不住黑棋 那么 即使封住的话 白棋里边的气也有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 白棋如果封住的话 里边白棋 气并不长 而黑棋 气比较长 所以 黑棋冲了挡 是比较强的下法 白棋在脚上 对杀呢 因为黑棋可以长气 所以白棋呢 杀不过黑棋 这就是一件高加的一个优势 如果是二件加的话呢 白棋这一跑很厉害 黑棋 这边要爬二路 这个很惨 这样的话 黑棋走出来 白的呢 不成立 所以这个断打 黑棋是不用担心的 也就是说 黑棋顶完搬过之后 白棋搬下来 黑棋断 黑棋可以断 并不担心 白棋大吃了 跟黑棋搅上杀气 那么白棋爬的话 黑的 紧凑的搬住 这个黑的 也不用太担心 黑棋 这边有 白棋还棋型有点弱点 那边呢 被黑棋压到二路去了 白棋比较 比较苦 那么在实战当中 白棋采取的 比较多的下法呢 是单立 立 黑棋的低杆呢 是挡上 那么白棋再跳出来 这边呢 比这样 爬二路的 被黑棋搬进去呢 白棋活呢 舒服得多 因为在这边呢 黑的也 找不到什么好手段 来对付白棋 即使它压是先手 再压还是先手 黑棋对付这三个子 也找不到什么太好的手段 如果加工呢 白棋轻松的逃出去 将来脚上点方 还有味道 现在这个顶是不成立的 白棋可以往下拐 黑棋断不了 白棋 那么这一档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段 黑棋就死了 必须得在里面补 那白棋这一冲 黑棋 这里虽然压了很多个 也没有办法 把白棋封住 那么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是白棋是可以满意的 黑棋这两个子 被断在外边 公布到白棋这三个子 自己反倒也不安全 那么如果虎呢 情况也差不多类似 虎的话 黑棋这一顶 还是不太成立 虽然比刚才挡在这好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这的变化 白棋立下来 黑棋必须得避住 白棋拐 黑棋挡 往外拐 黑棋外边倒是都可以挡住 但是脚里变得有麻烦 白棋这一架 黑棋当然立不下来了 立不一段车死掉 不管是顶或者粘的话呢 脚上都有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黑棋气非常的紧 外边有断点 里边这个结呢 白棋可以利用外边的结材来跟黑棋打 黑棋不行 这一架很厉害 所以黑棋最容易想到的两个长 长形 一个挡 一个虎 在这个情况下 都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黑棋 更好的下法 白棋立 黑棋最好的这个不断的下法 居然是沾上 这个应该说就不是凭感觉可以下出来的棋了 这个是要经过 经过比较深的计算 才能想不到这部战 白棋当然还是要跳出来 那么黑棋这个压还是先手 白棋退 这时候呢 黑棋就 这部顶出来 就能够成立了 白的如果还往下拐 跟黑棋 对杀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 粘的效果 挡在这呢 被断死了 虎在这呢 被拐完一加 黑棋气很紧 反倒是粘在这 是最好的 白棋往里拐 黑的可以挡住 往外拐 黑棋可以挡住 这样白棋只有三口气 脚上呢 没有手段 走什么 黑棋一半 白棋就死掉 外边断呢 也因为黑棋这个 先手压 压到了 那么外边 白棋没有气 黑棋需要注意的地方 这个如果忘了压 就麻烦了 白的一打一长 这边要争吃 这边要逼死 这个黑棋很麻烦 所以黑棋需要选择 恰当的时机 压着一下 然后这个就可以成立 白棋加出来呢 也是不用担心的手段 这个加黑棋完全不用担心 他跑不出去 而且就算跑出去也不行 异力 然后打吃先手 再一跳加 白棋跑不出去 也就是说 白棋如果 不仔细计算 这么一通乱冲的话 最终的结果是 会被黑棋吃掉 这个是需要特别小心的 所以黑棋站在这 好 站在这的话 压先手 这步顶很厉害 白棋往下冲 这条路没有了的话呢 如果往上冲 黑棋把 一刀把 白棋这两边劈开 这个是比较严厉的 那么一刀劈开之后 白棋这个子 已经转强了 这三个子呢 也还没火 如果下成这样 黑棋显然是很满意的 当然在实战中 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 这样的局面 那么为什么 黑棋这一顶这么厉害 白棋还有这样走的呢 我们看一下 黑棋如果压了顶 白棋其实也可以很灵活 他不要这两个子 都没有关系 拐一拐 或者甚至直接拖线 让黑棋吃这两个子 在很多局面下 也是可以考虑的 将来这一代 还有利用 黑棋呢 非常的厚 但是墨数并不大 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摆一个 这个白棋 弃掉这两个子的 一盘实战 这个呢 是在中国和韩国棋手当中的实战 也是有的 而且也是比较常见 我们摆的这盘棋呢 是两位日本棋手 黑棋呢 是赖户大树 白棋是高尾生路 挂脚 白的也挂脚 一肩高架 白棋呢 大飞 黑的很顶 长 扳 扳 这就下到我们刚才说的变化 白的下力 黑棋接住 白棋跳 黑棋呢 单顶 这个次序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黑棋这个压是先手 但是 它虽然是先手 也有它亏损的地方 大家看到黑棋顶出来 白棋如果准备弃子的话 我们先把它摆成白棋弃子以后的弃形 大家想一下 这个压 黑棋在自己的后世上增加一个子 并没有什么用处 而白棋这增加一个子呢 把这块加强了 它可以加到这边 所以这个压 有可能是亏损的 那么黑棋也不肯轻易的压着一下 所以呢 它单顶 那么单顶呢 就出现一个问题 白的如果拐 局部的话 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黑的要避住气 少了这个压的话 白棋这里有断 再断打 再长 没有这个子 这边黑棋要被震掉 这边要被贴死 那是不是黑棋就不行了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些棋所对局当中 这个次序是比较微妙的 黑棋顶 白棋现在如果拐的话呢 黑棋会选择再压 现在再压 那么白棋如果长 当然就不行了 黑的这个冲就能够 宣告成立了 白棋再走下来 黑棋压到一挡 白棋死掉了 那么白棋 这时候不能再硬了 白的可以挡这边 那么黑棋冲 这样的话 白棋 冲完打出 白棋脚上 这几个子呢 被吃掉了 所以 这个保留这个压的先手 单顶 是很厉害的一手棋 这个次序上 我们要注意 如果在这边压 是损的时候呢 有这部单顶的变化 但是相应来说 白棋也多了一个 弃掉这边 挡这个的变化 这个是 双方都可以选择 假设这边的价值大的话 白棋也可以考虑 弃掉这几个子 如果黑棋先压呢 白棋当然不存在 弃子的问题 总不能在这 自己补一个 被扳死 这是次序上 比较微妙的地方 黑棋顶 白棋拆 就这么简单的弃掉 黑棋冲一下 白棋打 黑的吃掉 黑棋补一手呢 是本手 补之前先冲一下呢 是为了把白棋走中 黑棋因为补完之后 非常的厚 以后你再冲 就存在种种种种的 不确定性 有可能白棋就立一个算 有可能白棋甚至脱纤 黑棋冲一下 把白棋走中了 以后这里是有手段 比方说加这个 白棋要糊的话 黑棋打 是很愉快的便宜 在里方点这个 点完之后一尝 这冲完断 黑棋快一棋 断 可以里边收起吃白棋 这里 加或者点 根据不同的情况 黑棋有手段 那么冲完补 补住之后呢 白棋在这里 分头 白棋呢 很灵活 之所以白棋能够接受 这两个子被吃掉 这个图呢 是因为白棋 步调很快 这边也 分头 白棋分开了 这边的这个拆尔 恰到好处 这个自己 大致算是安定下来了 那么 刚刚好 加住黑棋这个子 这个柴尔 效率很高 这也是一种 白棋很灵活的 一种构思 曾经在这个 中国棋手的实战当中呢 也有 类似的场面 印象当中 白棋呢 是 周和阳九段 黑棋 一箭高架 白棋大飞 黑的也是 使出这一顶 摆得长 之后搬下来 再立 跳出去 同样 黑棋是单顶 那白棋 拆尔 黑棋吃掉 白棋这个 从这边 拆尔走过来呢 主要 白棋的目的是 限制黑棋上边 这个正式的发展 虽然局部 黑棋 走得比较厚 但是 白棋这样 快速的进行的话 也可以起到 把局面打散 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战略目的 好的 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的实战力 除了这个 大飞之外 我们看一点 不同的下法 那么 黑棋呢 是 陈耀叶 陈耀叶 九段 对 周围 阳九段 好 进入我们要说的主题 一键高架 这 这盘棋呢 黑棋选择的是 跳出来 之后呢 飞 跳完之后 也不是说 只有什么 拖完拖 或者返家 黑棋这盘棋 选择的是 飞 白棋呢 就 冷静的二路 跟着飞一个 之后呢 黑棋 拖 不管怎么说 黑棋这个飞到 总还是心情愉快 飞到的话 对作战有利 所以黑棋加工过来 那白棋 小尖 我们 给大家解释过 这个退 完了 飞 这个飞呢 不一定一手能飞得过 白棋这里有 有小尖的手段 小尖完挤过去 强行断开 黑棋的手段是存在的 黑棋这个局部 有 如果要想这样飞过的话 有弱点 那么如果不飞过的话呢 黑棋这块 显然 被白棋 切断之后呢 骑行也有弱点 也还是姑骑 那么我们看一下 黑棋实战的下法 黑棋加 白棋尖出来之后 黑棋 硬顶 白的呢 虎上 黑棋再搬 送给白棋吃 送给白棋吃呢 它当然是 会有回报的 回报呢 就在于 白棋实在爬了一下 黑棋倒 白的吃掉 回报就在于 黑棋这个 度过 就过得比较 安心 白棋再也没有 断开它的手段 当然并不是说 度过就肯定成功 白棋就飞过来 这样呢 也是一种 双方都可以 接受的局面 这地方 黑棋通过 气脚上一个子 它度过 这也是 这个棋型 很实用的一种手段 我们 也有必要掌握一下 那么 搬的时候 这地方 大家看一下 白棋如果打吃在这 那么黑棋 打吃可以说 是绝对先手 不走的话 这个提掉 价值太大 白棋 必须得提 那黑棋一飞 还是可以顺利的 度过 那甚至这个棋型 那比刚才 黑棋那样呢 也许还要好一些 打吃在哪 也是很有讲究的 白棋如果打吃在这边 那黑棋这个 这个打就不一定是先手了 白棋完全有可能足度 因为黑棋 黑棋吃掉这个子 跟这样 就差别 显而易见 所以打吃在这边的时候 黑棋一定不要 随手轻易去打 这个不是先手 那么黑棋送一个子 是什么意思呢 它还是可以飞过 我们来看一下 白棋如果尖 黑棋爬 因为打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爬完 断的手段是没有的 被黑棋一力 吃一个经济独立 这个白棋不行 如果打在这的话 是有爬了断的手段 但是打在这的话呢 黑棋打吃是先手 所以不管打在哪一边 都没有办法阻止 黑棋度过 白棋索性爬一下 让黑棋走在这 将来这些地方还薄一点 白都再飞过来 也形成一种 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局面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实战的例子 黑棋呢 是李昌浩九段 白棋是朴永迅九段 一间高下 黑棋呢 并没有按普通的定式来走 而是挂脚 试探一下白棋的硬手 白棋呢 白棋如果往这边硬的话 黑棋出头再加供 这个挂到一下 黑棋就有根据地方 所以呢 白棋加供 加供之后 黑棋 走在这 走在这呢 瞄着两边 白棋如果往这边硬的话 不管怎么硬 黑棋先手跳出来之后 这一照就把白棋给照进去 那么白棋实在认为这边更为重要 那白棋硬了这边的话 黑棋多了 多了这个一间夹的紫 这个活动起来就轻松了 脱退 这白棋必须得跟着硬 这边再被黑棋走的话 白棋要死 所以护一手 那么黑棋点一个 寻求一个步调 然后再拖过 黑棋通过 这样巧妙的这么一 先后次序 黑棋走到了 可以说认为走到了这个的先手 然后拖过 这个局部来说 黑棋非常的舒服 那么白棋尝一下 之后呢 走在这 下一步压过来 黑棋单顶 把这个子看清 白棋压 下成了这样一种局面 这个呢 不是定式 因为黑棋是一种 不说全局性 也是根据周边的棋子的配合 来决定的一种构思 也很有意思 白棋加的时候 黑棋先不动 我们来 看一下 稍微的体会一下 黑棋 这边先不动 先挂一个 问白棋的应手 等白棋出牌了之后 黑棋再根据白棋的应手 来决定 下一步的对策 如果白棋 应在这儿的话呢 黑棋可能就是跳出来之后 反加 这个挂到一下 明显对作战有利 这有根据地 那么白棋实战选择拆肩夹呢 也因为这个间隔比较宽 黑棋也有利用 打在这儿 这边要跳完照 这边呢 要拖过 两边都有好点 这棋 虽然跟定势 不一定有特别直接的联系 但是我们也顺便体会一下 就是 一步棋下载 下一手有两个好点 对方站一个 我还能站一个的时候 这样的棋 多半都是 都是不错的 那么 可能观众朋友会问 我走在这儿 你有打入 我如果走得安全一点 走得安全一点 也许黑棋 黑棋也会根据白棋的 对策来调整自己的策略 那么黑棋走在这边 白棋如果加在这儿 白棋已经强了的话 黑的这边一定是不会选择 这样 单纯的逃跑姑骑了 黑棋也许就会瑕疵比较灵活 这一类的选择 甚至走完拖先又转到这边 这都是有可能的 或者尝一下之后 走到这边 那么这个挂 如果白棋一旦这边下后的话 黑棋有可能又是另外一种便宜 那么给大家摆的这几个实战力呢 打在这里 给大家摆的这几个实战力 主要的是为了 让大家体会一下这个 高手在不同的局面当中 他不同的巧妙的构思 各种招法可以灵活运用 而不是被定势所局限住 好 那么这一期就为大家先讲解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你好 猪 感谢 对 跟